请看《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 《哥林多后书》第一章 第一章 《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泰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并亚该亚骗处的众圣徒》第二章 《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第三章 第二章 《愿宋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第四节 四 《我们在一切患难中祂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第五节 《我们以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第六节 《我们受患难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 《我们得安慰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 《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第七节 《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 《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第八节 《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 《我们从前在亚西亚遭遇苦难》 《被压太重力不能胜》 《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第九节 《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 《叫我们不靠自己》 《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第十节 《祂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 《现在能要救我们》 《并且我们指望祂将来还要救我们》 十一节 《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 《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 《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 阿们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今天晚上我们想开始进入《哥林多后书》《逐章逐节》的查考 我们先一起学习第一章的第一节到十一节 《主题是患难与安慰》 《主题是患难与安慰》 《求神的灵亲自带领我们》 《主题是患难与安慰》 《求神的灵亲自带领我们》 《这一段总共有十一节》 《我们大概可以把它分成两个部分》 我们可以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一到二节 第一个部分是一到二节 《问候与祝福》 《问候与祝福》 第二个部分是三到十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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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难中的安慰》 首先请看第一节 看一看 《保罗说奉神主义》 所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 导致提摩太 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 并亚干亚片处的众圣徒请念 1. Pablo Apóstol de Jesucristo 作者当然是保罗 只不过保罗在这里特别强调 他是奉神旨意写的 表示他在信中所说的都是事实 也表示他在信中所说的都是事实 也表示他在信中所说的都是事实 而且都合乎圣经的真理 绝对没有一点私人的意思 那这一点非常重要 希望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能够了解 不仅尊重他所说的话 更尊重他使徒的职分 尊重他使徒的职分 千万不要受那些假使徒影响而得罪神 而不得罪神 因为违离神的供人就是违离神的旨意 而违离神的旨意就是违离神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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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罪相当重 这个罪是相当重的 会发生了很重的 那么为什么要提起提摩太呢? 一方面是對同工的尊重,另一方面是保羅在哥林多的好幫手 難怪保羅稱他為兄弟,甚至稱他為所親耐有忠心的兒子 為何他叫他為兄弟,甚至乎他為兄弟 這說明同工的重要性 這顯示的重點是同工的職業 而在這封信的受信者很清楚是哥林多教會 我們看到這個職業的職業是哥林多教會 这些教会有很多问题,但是保罗仍然称它为神的教会 这些教会有很多问题,但是保罗仍然称它为神的教会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请看《史图行传20》 看《Hechos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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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 牧养神的教会就是祂用自己的保鞋所买来的 因为教会是圣灵建立的,是主耶稣用自己的保鞋买来的 所以虽然人有问题,但教会永远是属神,而且必须要得利 因此,这本书信也要给亚负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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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 亚负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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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 不是单单给某个教会 而是给验处的众圣度 包括今天所有的弟兄姐妹 请看回来哥林多后书一章的第二节 看回来哥林多后书一章二节 接着保罗说 愿恩会平安 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 归于你们 请念 这就是当时常常用的一个问候语 这是当时常用的一个问候语 恩会是指因神的上司而得到的恩典 平安可以指患难当中的平静安稳 更可以指神跟人之间的和谐关系 这些都必须从我们的父神那里 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 才能够得到 这就是第一部分 问候与祝福 这就是第一部分 那接下来第三到十一节 是第二部分 保罗先用他为福音受苦难 却蒙受神安慰的奇妙经历做见证 这就是这一段的主题 因此安慰成为 哥林多后书非常重要的第一个字眼 我们或许可以归纳成四个重点来说明 第一点 得安慰的源头 请看第三节 看我们小说 一章三节 保罗说 圆重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就是发慈悲的父神 是各样安慰的神 请念 耶孟晚 세�etr、祖父圈人的祝福祉福祉聖的人, 祖父是祖父的祝福祉福祉祿福祉福祉福耶可 祖父永ث祝福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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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父 聖愛・父母耶孟晚和末尊贊的了 waitedруд而 settingрод骨利 每一个万个父上的王位静 而法最新三参与你真正的孙子 神就是所有五个瘟队 巴vu他非常NYlam 对这一个群 ang 哪有什么妈推上呢 最基本的就是神的神性 包括神的公义,神的慈愛 其中,特別是神的慈愛 也就是在这里所说父所发出的慈悲 在这里所提到的祝福 为什么呢 请看《Yohan》第四章 看《Yohan》第四章 第八章 第八章 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 因为神就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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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神最重要的特质 这是神最重要的特质 那怎么证明呢 怎么能证明呢 保罗在这里用安慰来诠释 保罗说祝福是各样安慰的神 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怎么能证明呢 在旧约时代神赐给人的安慰 最主要有两个 第一个 请看诗篇46篇 先看诗篇46篇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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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们的力量 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神要成为人 在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 第二个请看 Isaias capítulo 40 第一节 第一节 你们的神说 你们要安慰 安慰我的百姓 第二节 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 又向他宣告说 他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 他的罪孽赦免了 他为自己的一切罪 从神手中加备受 第二个 神要赐给人救赎的应许 从属灵的预表到属灵的应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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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这两个安慰 完全落实在主耶稣十字架的救恩上 今天我们因着主的救恩 不仅罪得赦免因信称义成为神的儿女 就是真理的圣灵永远与我们同在 然后我们能够赦免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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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兽 那这个就是父的慈悲啊 就是神所赐给我们各样的安慰 包括肉体也包括脸颜 就是神的対忍赏免之一 是天然的 41公元 你就能够赦免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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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 我们 considered想要 compare 为什么神要白白赐给我们各样的安慰呢 为什么神要白白赐给我们各样的安慰呢 什么目的是什么呢 请看《马太福音》第十章 《马太福音》第十章 第八章 《马太福音》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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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的来说就是要我们白白得来 然后白白捨去 也就是说能够自立而来 而后历人自救而后救人 于是保罗紧接着说 请看回来《哥林多后书》第一章 《哥林多后书》第一章 《哥林多后书》第一章 这就是神赐各样的安慰给我们 对我们的期待啊 总希望我们在患难中蒙受神的安慰之后 也能够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些遭各样患难的人 因为爱是永不止息的 因为爱是永不止息的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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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林多后书》第一章 《哥林多后书》第一章 绝对不可以让自己成为一个自私自利 徒受恩典的人 我们必须常常提醒自己 务必要有一颗人基基基 人逆基逆的同理心 就好像我们的天父那样慈悲那样的怜悯 能够真的感同身受 同时我们还要常常检视自己 到底有没有真的亲身体验到神所赐各样安慰的属灵经历呢? 我们的原因是可要加疏有没有真的 有没有真的被神镇充满那舍的爱珈光在自己的心里呢? 我们的神志明白吗? 我们rable上的人在悲戈耶语旨舍的美装 然后是常常门心自问 我是不是真的付出行动了呢? 我们的原因是如果我们这样行尬 有没有真的用真实的爱心和生命的见证 去安慰那些遭各样患难的人呢 包括他们的肉体 更包括他们的灵命 我是不是常常视而不见 假装没看到呢 如此我们的安慰才有可能 发挥出实质的果效来 对内不但能够确实的彼此相爱 更外对外更能够爱人 就好像自己 让神的安慰 对我们的期待 得到最大的满足 对我们的感谢 第三个 得安慰是一种报道 第三个 得安慰是一种报道 如果我们从这些事来看 患难跟安慰其实是一体的两面 如果我们从这些事来看 我们看到这两个相互相成的 这两个相互相成的 也就是一个失灵性的 所以说港 washed 是一样的 那么需要 也是去通过 如果万人在这 reported 热 있어 出現了好好的。 看《Filipensis》第四章, 《Filipensis》第四章, 14节, 《Versiculo 14》 《Versiculo 14》 《Padecer en tribulaciones》 es bien, es bueno. 这个是信主的人跟没有信主的人很不一样的地方 一般人在苦难当中顶多只是用 吃的苦中苦乳方为人上人来自我激励 告诉自己应该要刻苦一点,要上进一点 但是几乎没有人会把患难当做美式看待 人总是喜欢得福气,总是避免遭灾祸 可是基督徒却不一样 为什么?从个人跟基督徒的关系来看 请看回来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 回来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一章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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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到这些浪赏的浮血 浮血是什么的浮血 更anie争的浮血 这些浮血原本来不参加的浮血 而是祝福,祝福,祝福,祝福 也包括来世的永生与奖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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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在世上你找不到也买不到的 这些是不可以购买的 这些是不可以购买的 只有在基督里面才有的 只有在基督里面才有的 那怎么得到呢? 怎么可以购买的 没有购买的 只有在基督里面才有的 而且越多越好 必须能够得到基督里面才有的 而且越多越好 因为多受苦所得到的安慰和保障 就会越多 因为人们的购乱和保障 因为人们的购乱和保障 和人们的关系来讲 请继续看第六节 继续看 继续看 第六节 六 保罗说 我受患难 是会叫你们得安慰 得拯救 我们得安慰 也是会叫你们得安慰 这安慰能叫你们 忍受我们所受的那种苦处 六节目 但是如果我们得安慰 是为您的购乱和保障 是为您的购乱 或者是为您的购乱 和保障 是为您的购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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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到信徒 信徒以后 从一个信徒 之前到信徒 信徒以后 要估计 估计 要求他们的信徒 估计 估计 不信徒 为了 所有的 患者 都能够得到 主耶稣最大的安慰 所以 每个读论 都能够得到 这些购乱 的计划 能够因信徒 而蒙众 才能够保障 以为 祝福 而 能够 自信徒 成为主的门 让工人在工作上也得到大安慰 那么当信徒信徒之后呢 保罗觉得那工人更应该继续跟进牧养信徒 那怎么牧养呢 不是单单喂奶 更要进一步去吃干粮 那什么干粮呢 就是喂主受苦的道理 把自己怎么样在患难中 亲身体验到神所赐各样安慰的属灵经历 用真实的爱心和生命的见证 去安慰那些遭各样患难的同灵 是他们也能够在患难中得到安慰啊 然后再把这种安慰化成力量 提升到全福音的事工上面 能够像工人那样忍受 工人所受的那种苦楚 来得到神更大的安慰 是患难与安慰成为大家满怀感谢的正向循环啊 让我们一起来推动教会所有的事工 建立基督荣耀的身体 建立基督荣耀的身体 使整个身体渐渐增长起来 那这样工人和信徒 才有可能真的在爱的互动当中建立自己 难怪保罗才很肯定地指出啊 请继续看第七节 第七节 保罗说 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 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 也必同得安慰 请继续看 这绝对是真的 是永远不改变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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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受苦楚 也必同得安慰 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 第四个方法 我们来到的四个方法 是要求得安慰 那么到底要怎么样 才能够真的胜过所有的苦难 来得到神的安慰呢 怎么能够能够 最后 保罗用他自己亲身的体验 告诉我们两个非常重要的方法 第一个 必须要有信靠神道理的决心 第一个 必须要有信靠神道理的决心 这一点就个人来说 不管供人或信徒都一样 请看第八节 第八节 第八节 保罗说 弟兄们 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 我们从前在亚西亚 遭遇过苦难 被亚太重 你不能胜 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觉得 请念 因为我们并不在外国人才见面 我们不得不忍耐 我们不在亚西亚 因为我们在亚西亚 我们我们不在亚西亚 的亚洲 我们失去的同样 我们不想保持自己的 保罗的 保罗提起他 不久前 刚刚遭遇的难 可 保罗说 保罗说 那些亚史 他经历 遇过 可以 保罗希望 这件事 哥林多教的信徒都能够知道 地点就在当时的亚西亚 亚西亚也是当时罗马的一个省份 在今天小亚西亚西部土耳其境内 尤其是在这个省的最东边 是保罗早期传道工作的重要据点 只是在这里保罗并没有详细说明 发生的时间,地点和事件 所以有人根据使徒行传十九章 二十三到三十四节 认为这就是指保罗第三次旅行不到 在以无所遇到的暴乱 但是有学者说这应该是保罗第二次 他自己亲自到哥林多以后再回到亚西亚所发生的事情 那至于到底什么事保罗没讲 他只说被压太重力不能胜 甚至甚至连人的指望都觉得 只说这一次的状况是相当大 而且非常危险 连他自己都觉得这一次死定了 甚至于保罗的优优优独播剧场 也没有什么办法 只有一个办法 所以只留下一个事件 第九节 九节 但我们不靠自己 只靠死人复活的神 请念 九节 但我们不靠我们的死亡 所以我们不靠我们的死亡 而是在我们的死亡 感谢主 保罗觉得这个时候只有一条路 就是要有信靠神到底的决心 因为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 在人是不能在神 却凡事都能 不但是这样 保罗相信神绝对是信实的 请继续看第十节 我们看第十节 第十节 第十节 保罗说 他曾救我们 当时他还要救我们 并且我们只望 他将来还要救我们 请念 第十节 第十节 如果我们相信,我们会有很幸福的能源,我们会有幸福的幸福。 如果现在,现在,将来都一样。 如果当时,现在,将来都一样。 第二个方法一定要用真实的爱心彼此带到。 第二个方法应该是用真实的爱心彼此带到。 要得到神的安慰 除了自己必须 凭信心向神 窃求之外 彼此爱心带倒 也是不可或缺的 重要方法 他可以花费 再加倍安慰的果效 就好像当年 摩西为以色列百姓 带球那样 能够让神 回心转意 因此 保罗在这一段最后 才肯请 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说 请看十一节 veamos el versículo 11 十一节 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 好叫许多人为我们 就是为我们 因许多人 所得的恩 请念 cooper着我们 为我们 我们的福音 祝福 毋必要常常为他祷告 用祈祷来帮助他 使他有能力 有权柄 有爱心 来传扬福音 牧养信徒 好叫许多人 都能够从神那里 能够从神的恩典 得安慰 然后一起来向神 感谢恩典 让保罗也能够 因为这些人 所得到恩典 而得到更大的安慰 让保罗也能够 得到更大的安慰 使安慰成为工人 跟信徒 信徒跟信徒之间 在患难当中 突破困境 永不止息的 属灵动力 所以请看 以赛亚书五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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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节 十二节 唯有我 是安慰你们的 你是谁 怕那必死的人 怕那要变如草的世人 再请看 十天 五十天 再请看诗篇五十篇 十五节 十五节 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 我必答救你 你也要荣耀我 是的 今天唯有神 才是能够真正安慰我们的安慰者 尤其是在患难当中 单靠人的安慰 的确是相当有限 那今天很感谢主 我们都已经借着主耶稣的救恩成为神的儿女 都蒙受神最大的安慰 谢谢 包括肉体 也包括灵性 神不仅成为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神更是我们灵魂得救的救赎主 因此今天照理讲 不管环境多么险恶 苦难多么棘手 我们应该都不会害怕才对的 因此今天 无论多么险恶 或多么疲惫 我们必须疲惫 只可惜事实上 好像不是这样 但实际上 似乎这些事 为什么呢 神的宝贝 没有说短 问题是我们自己 我们在患难之日 没有用信靠神道地的决心来切切地求告 你也没有用真实的爱心来彼此代道 互相代求 也不可能我们感受到神来的各样安慰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在我们明白患难与安慰的道理之后 能够重新得利 让我们一起用正面的态度和正确的做法 来突破所有的困境 尤其是在疫情漫延全球的今天 尤其是在疫情与不安的情况下 让我们能够从悲观到乐观 能够能够做主力为主力 使绝望变成盼望 让患难与安慰真的成为我们满怀感谢的一种正向循环 让我们的感觉 让我们的感觉 一起来推动教会所有的社会 来建立基督的身体 并且在爱中建立我们自己 唱诗 370首 请唱诗370首